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呼吸困难 谈也多胸闷气足 要如何预防骨抗肺炎 减少到温柔的地方 戴口罩 全洗手 身体不适机早就医 少触碰家庭 不要接触野生动物情 不要生吃奶类 蛋类 金额 肉类 必须彻底煮熟 不要吃野味 今天我会告诉大家如何正确戴口罩 我会用的口罩也就是一次性用口罩 戴口罩之前 我们要区分它的正和反 有金属条这边为上边 颜色深的草外也是浅的草里 戴口罩之后 要把金属条沾着鼻梁的轮廓按压 接着往下拉 让口罩可以包住我们的下巴 这就是一次性用口罩的正确戴法 另外要注意的是 一次性用口罩每十个小时要更换的哦